王子的生活 請看 從小我接觸到的環境就是充滿音樂 因為可能小時候叫我們起床 不是去放音樂 我喜歡有空的時候彈彈吉他 跟朋友去接一些表演 得到別人的鼓勵 對我來說是一種自我的肯定 其他休閒時間呢 我通常會跟朋友去打打籃球或雨球 除了可以聯繫一些感情之外 對自己的體能也是一種訓練 因為對唱歌會有幫助 我喜歡體貼還有誠實的女生 那我這個人可能不太會講話 不過我會唱情歌給你聽喔 好 你想問誰 亮燈的 譬如說你剛剛可能沒有聽到她說話啦 或者沒有知道她的想法啦 明廷喔 明廷 明廷 你老師被點啊 你可以去簽樂透 對啊 你今天中獎率很高耶 是不是現在七億啊 多少啊 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今天對發票中了三百塊 哇 三百 好 來 明廷這個 三百 大家對於三百塊的套餐 兩百啦 是兩百啦 講錯 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 大家常對發票 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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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講錯 很好笑 我沒算過 不是 應該要號碼是003 003 中200 來 明廷 我覺得黃子唱歌非常有魅力 然後我也很喜歡玩樂團的男生 所以我留跟他 然後等一下就是繼續看下去 OK 妳有沒有喜歡哪一種音樂風格 後搖 後搖 對 妳要不要來 醫生 我不會 馬上拒絕 她知道我很無聊 妳知道嗎 好啦 各位 最後一段影片 誰 推薦你 我妹妹 Sister 小朋友 小我一歲 比你還瘦那個是吧 沒有沒有 像標本的那個嗎 看就知道了 所以不是比她瘦 就是比她 王子的推薦 她很重視朋友 但更重視家人 雖然她現在還在讀書 但她都靠自己養活自己 她甚至還主動跟爸爸媽媽媽 不要花家裡的錢 怕他們太辛苦 像這樣 這麼關心家人 體貼家人的男生 一定很少見喔 可愛的小姐們 不要猶豫了 趕快選我歌吧 老哥 加油 好 有兩個女生為你留燈 分別是 香港來的阿喜對不對 還有貓貓 應該要讓王子了解一下 對 自我介紹一下 來 來 阿喜請 我是香港人阿喜 然後我今年二十歲 在念教育大學 歷史跟地理系 對 來 貓貓 王子 你好 我是貓貓 好 我比你大一點 我今年二十三歲 然後我畢業之後 我之後的工作是幼稚園老師 對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聽人家唱歌 我覺得你的歌聲很吸引我 所以我很有等 好 好 唱歌 你就要婚了 要問問題了 是的 請問 如果 就是最近有什麼演唱會 你會想去看誰的演唱會 當然是S7要搞什麼鬼 可是來不及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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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Aerosmith很好看的 對啦 真的啦 Aerosmith要來啦 對啊 我是想看Aerosmith 竟然沒來看我們的Gospels 不是 我要去上海看你的 好 對不對 好的 好 有沒有 想好了 這是他們想看的 還有我想看的 那你們想看的呢 因為我在台灣還沒看過演唱會 然後我很想要去小巨蛋 然後我知道就是 就是在十二月的時候 陳其貞的演唱會 然後我就買了一張 想說自己去聽 因為我就很享受就聽音樂 而不是說去表演舞台 雖然SFG當然也是很好看 沒有啦 我不怪他啦 因為我們票秒殺他買不到 所以陳其貞的票 沒有啦 那個也會秒殺他 他買的手啊 買的手 可是妳很有趣耶 妳一個人買票 對啊 因為 妳沒有想這個呼朋引伴 找朋友一起去 沒有 因為我知道的時候 已經很晚了 然後我在看票的時候就這樣 OK 然後我在香港的時候 我看過一次演唱會 看過誰的 郭富城的 郭富城 怎麼郭富城有台灣語言 台灣是他的胡弟 他叫郭富城 郭富城 郭富城 我是郭富城 來 貓貓咧 貓貓 貓 貓 我嗎 因為我的偶像是SHE 然後 對 然後還有阿妹 然後這兩個我都會非常想要去看 阿Key跟貓貓兩個人 你要滅掉一盞燈 牽著另外一個人手到中間來 是的 王子的決定請開始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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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喔 好棒喔 可是阿Key下樓梯的時候很冷靜 可是我 你是在 我怕 強壓內心的興奮嗎 是不是 我可以說一個事情嗎 可以 請說 我說我來了王子很久 然後我在Facebook那邊PO我說 如果有一個人要幫我彈琴歌給我聽 唱歌的話就唱琴歌給我聽 然後王子做到了 你自己許了個願對不對 對 可是剛剛那個不算 剛剛那個王子是向 小心 真的 他真的力量到了 你真的會算命 剛才王子是向各位女生展示他的歌唱 但是他就覺得那一份好像是特地傳遞給他 好 雞皮疙瘩 現在應該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讓你起雞皮疙瘩是王子 這個時候你可以對一個女生唱一首歌 你會選什麼 好害羞喔 我的媽呀 不要逼他 我覺得要唱 巴拉拉拉拉 巴拉拉 沒有沒有沒有 你自己 剛剛影片中不是 你不覺得你覺得最有感覺 對啊 剛剛影片中不是有唱一首 老師情歌嗎 對啊 沒有沒有 幹嘛啊 是哪一位不愛聽老師情歌啊 沒有沒有啦 阿琳哥冷靜一點啊 我今天已經很不爽了 你跟我講 他錯了我就你寫一滴 他不是因為興奮然後就趕快按他就 太好了我要聽老師情歌啦 我可以聽哈里歌嗎 哈里歌 哈里歌 哈里歌好啊 他不一定會唱啦 讓王子自己選 你覺得最能表達你心情的 唱給女生聽的歌 應該是老師情歌吧 唱啦 我來幫你合音好不好 來 來老師老師來點音樂 OK 我來幫你合唱 他不是很會唱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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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唱欸 也想起 要唱 那首古老的舞曲 讓我們交換真心 看著女生 感覺好甜蜜 停 放過時間都暫停 聽在聽說愛我的天地 一起來 好想愛上你 I'm in love 雖然有一點不確定 好想愛上你 I'm in love 當時的情歌 永遠都會流行 恭喜我們 在一起去約會吧 在一起 不做不完的事情 在一起 然後 今天 今天我覺得 女生真的都等到了夢中情人 你看我們的瑞塔 你看我們的阿婷 都遇到了理想的 心裡面的那個人 而且選對了歌 好 好 剛剛黃子唱歌的時候 就是很深深打斷我的心 他就是唱的 然後讓我就是雞皮疙瘩 就是很… 是感動的雞皮疙瘩 所以我就想說 要約會看看 誓言來真的王子呂竹萱 待會女生 不要隨便為我留真 因為我是來真的 與笑容甜滋滋的想像 配對成功 電力十足 曖昧指數破表的兩人 在阿嬤的見證下 牽手要去約會囉 相隔兩個月沒見面 他們今晚要在遊樂園裡 找回配對當天的來電火包 我突然想到了 我突然想到了 對 就你一邊酒瘋還滿特別的 對 因為最大部分都是兩邊酒瘋 就你一邊酒瘋 很吸引 對 我們被勾走 當時我在節目上 就是在看你一邊酒瘋 對 就被吊住了 被你吸走 王子啊 剛見面就這麼露骨的表白 也太讓人害羞了吧 雖然來遊樂園約會 是女生的提議 但是太刺激的遊樂設施 鄉鄉其實還是很害怕的 不過這也讓王子 用了英雄救美的機會 太刺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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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包長的耶 這太刺激了 我剛有救你 我看 你 救命啊 我有救你 好 一開始就這麼刺激 驚魂未定的兩人 決定先喘口氣 晚點兒輕鬆的 走 來到黑漆漆暗摸摸的迷宮 可得小心別走錯路 找不到彼此啊 這邊 這邊 走錯一樣 迷路了 我們會不會在那邊走 兩小時才走出去啊 今天就這樣結束了會不會 我要拿 看他們在迷宮裡玩得這麼開心 還意猶未盡挑戰下一個迷宮 他是迷宮還是鬼屋啊 不過如果只要有人嚇你的話 你就大叫 他就被你嚇到了 快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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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他 不要 你去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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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這根本就鬼屋啊 不要緊張 嘻嘻都沒在怕了 對不對 有 嘻嘻非常害怕 嘻嘻很害怕 不要緊張 嘻嘻 不是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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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嚇過後 鄉鄉的膽子似乎也變大了 決定試試看刺激等級 五顆星的衝鋒飛車 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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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著既期待又害怕的心情 坐上列車 對啊 來真的來 你可以放那麼輕鬆 真的是來真的啊 喔 救命 喔 喔 風景不錯 魚丟 為什麼 魚丟 魚丟 玩那麼大就對了 為什麼 小心啦 你這樣坐 兩分都過來對不對 三 二 二 來 來了 來了 喔 SIT Let's go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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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怕鞋子掉了 欸 好好玩喔 還蠻好的 你們玩上癮了 完蛋了 腳 只腳掌 只腳掌 還好玩喔 有點暈 有點暈 其實我在後面 沒有 我怎麼怕了 你要不要再玩一次 也是可以的啊 因為我這一次應該 都OK啊 沒有 我現在怕你怕而已 好 來 現在 馬上 我們現在馬上出去 玩三次 玩等等 怎麼樣 沒有 好 可以啊 在玩一次也是可以的啊 可以啊 還有很多沒有玩啊 我們可以先 先去玩 你在看什麼啊 我看什麼 沒有 我在看這邊有在表演 這邊就是穿衣服上很少女生 沒有啊 剛剛那個 第二個男生很帥 我要看他表演 就表演 對 要看 你就要看你就好了 來 好 好 好 喔 俗軒不認真約會偷看女生 惹女朋友 不是 惹翔翔生氣囉 馬上就要約會大考驗的說 這下要怎麼化解尷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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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啊 兩次 兩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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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 你好 快刷了啦 可以玩了 他在報仇 你就報仇對不對 你就報仇 沒有 我真的確定 真的喔 真的喔 來 真的喔 太誇張了吧 太誇張了吧 太誇張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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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你自己切 不定了啦 好 第一次約會 就像情侶的兩人 有沒有機會 朝真正的情侶發展呢 趕快來進行約會大考驗 就知道啦 拍攝完新的之後 不願意繼續約會 就直接離開現場 結果會如何呢 今天很特別 我覺得 因為其實跟翔翔他 已經很久沒見面了 就是只有節目上見過一次 然後現在是第二次見面 可是感覺其實 玩的過程其實還滿 感覺算是滿親近的 像朋友 像是陌生人那種感覺 然後我覺得玩得也滿開心的 只是可能過程中 還是會有一點 有時候有一些動作 可能會有點尷尬 因為就是 不知道 該 該去怎麼跟他互動 但是覺得還是 整體感覺還是覺得 還滿快樂的啦 雖然 我跟翔翔雖然有點距離 因為他住高雄 然後我住台北這樣 不過我覺得 我還是滿希望 就是可以跟他 接下來可能會有 更多的發展這樣 對 那 我也準備一個小禮物給他 如果他今天 願意留下來 那 我再當場送給他這樣 他今天 有很多很貼心的主動 我剛說 因為天氣很熱 所以他會準備水 幫我準備水 然後會幫我遮陽光 那還有就是 我害怕的時候 他會保護我 所以 我也滿開心的 只是因為我們是在 我們是第二次見面 就是第一次約會 所以 可能我跟他有太多肢體上的接觸 所以 我會有點尷尬 有點不自在 嗯 這是我唯一可能覺得 不太好的地方 那 其實我最在意的問題是 他在台北 所以我在高雄 那我相信 這不是 只有我一個人的問題 我相信 竹萱他本身 他自己有這樣的感覺 那 所以我想 我們需要 我們再相處更長的時間 過度的肢體接觸和遠距離 讓翔翔有了遲疑 而竹萱則是毫不猶豫的 回到兩人相約的地方 他最後能等到他的公主嗎 我覺得是滿難得的經驗 真的還滿特別的 結果我覺得我之後 應該不太會忘記這女子 就算 就算如果沒什麼結果 我覺得應該會滿難忘記 這個女子 然後 然後 等一下 你找人嗎 你還想再玩一次 你要玩一次一次 是 真的假的 情投意合的兩人 一見到面 反而害羞的沒有話說了 我過來看你 好 我們不是在角度 對啊 不是你跟我的都沒有嗎 對啊 是不是假的 哪有 我剛剛沒找到 為什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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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 我剛剛找超久 沒有喔 那 小禮物 你也有 也是個紀念 我就希望送這個 這個樂器可以讓你想到是 當時我錄給你的那段 生意 對 對 到底竹萱說了什麼呢 就讓他們保留這個屬於 兩人的小秘密吧 偷牽手的約會好甜蜜喔 更精采的約會 咱們下週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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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